黑帮暴力为事实有所闻 不过竹联邦有不法分子 不但强插干股 而且如果不同意 就派人来扎店砍人 这次受害的是中山北路的一家鸡排店 因为生意太好了 遭到黑帮觊觎 因为不愿意让黑帮入股 结果就被十多名的歹徒闯入扎店 警方逮捕了七名嫌犯 忽然发现其中竟然还有大学法律系的学生 一群竹联邦的兄弟 拿着刀子和棍棒 来势汹汹的冲进家鸡排店砸店 不到两分钟 一群人嚣张的离开 只是因为看见别人的店面生意好 想强迫入股 没想到合作没谈成 居然转而暴力胁迫 以林姓嫌犯为首的竹联邦雷唐帮仲 一共七个人全部被逮捕 其中有一名嫌犯 还是北部某大学的法律系大学生 他平时负责网路的职棒迁赌工作 如今一同被移送 大好前程毁于一旦 这位林姓的嫌犯 也是那个林嫌 这个大哥林嫌底下的一个干部之一 那基本上他是就读北部 某法律系的大三的学生 是执办轻读 那个晚战 竹联邦雷唐 平时就会深入校园 吸收帮众 再缩始年轻的小弟 暴力讨债或从事不法的勾当 台北市少年警察队长期搜证 再次将雷唐一网打尽 让这股恶势力不再恨行校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